圆明园十二兽手到底回归了几件 这天价回归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细品 我身后是十二兽手原职 1985年 美国古董商在加州退休警察家里 发现了牛虎马三件 牛手被放在浴室挂毛巾 虎手马手则被丢在了花园角落 最终以每件1500美元成交 2000年 牛虎猴突然现身香港的拍卖会 掠夺来的文物本由无常归还 但拍卖行毫不顾忌舆论抗议 还安排神秘人轮番抬价 保利集团出于爱国情感 持3000万举字拿下了三件兽手 03年 何鸿燊以600万够回猪手 经此一事 海外藏家们发现了圆明园兽手 对中国巨大的象征意义 价格也就被迅速炒到了天价 虎手1545万港元 马手6910万港元 从我家抢走的东西 在高价卖给我 竟然还有这种操作 09年 蔡明超2.8亿拍下鼠手兔手 但是她拒绝付款 为此损失了几百万保证金 国内对她的评价两极分化 有人觉得她丢了中国人的国际声誉 有人则认为她是牺牲个人信誉和金钱 对抗西方资本的英雄 这场大戏的结局 是法国皮诺家族把钱给付了 并无偿捐献给中国 现在这七件首手已经回归祖国 为此我们竟付出了3.8亿 外加160年的等待